由瓜山基金貴受基盤的愛老人運動會 今年已經是基盤第四次 準備在後禮拜日 自助六個的東南 救護各秀光中心盛大氣象 主辦單位安排 簡單有個趣味的比賽 美國中部可以省力發揮 這個主要可以增加大家的運動中 這次預計要邀請館來國雄町 250個中間來參加 為主主辦單位也推薦愛老人運動會的特票 希望社會大眾可以發揮愛心 做回來支持 老賴舞的表演 也定現不少年人的活力到精神 華山基金貴邀請小姑媽媽 帶來精彩跳舞表演 同時也透過記者會選歌 今年愛老人運動會 將在後禮拜四、二十六號 在導覽救護各秀的活動中心盛大電腿 我們是想要號召我們服務的長輩們 出來走動走動活動筋骨 那見見各鄉鎮的老朋友們 那還有一個是可以體驗時尚年輕人 跟站長精心準備的活動 讓他們可以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這場運動會是第四年來基盤 主辦單位也選用日本第一名動漫 來作為這場活動的主題 並且安排幾款出品競賽 好事就不能算有氣 也能活動經過促進身體健康 活動動工會中邀提供中部的按摩 希望他們都可以留下這場美好的回憶 那我們這一次6月26號運動會的主題 我們會以海賊王為主題 帶領我們所有的長輩一起進場 裝扮成不同的角色 那這個活動期間呢 我們有設計了四個活動 華山基金會也透過今天的基盛會率面 為到華東東港的活動經費 也有推出愛老人運動會的愛心票更 主辦單位願望社會台中 可以用行動來支持 這會來關心這群老大人 那我們目前呢 號召250位 但是我們的服務經費呢 只募集到80位 那一個長輩的服務經費呢 套票是600塊 我們還差170份 那需要大家的幫忙跟號召 如果你是雲林縣的縣民們 那也歡迎你們到我們各鄉鎮 支持與鼓勵我們 華山基金會在雲林館 已經設立20個貨物棧 而且募集給照顧超過1,000位是大人 也依照中部的訴求 提供相關的照顧服務 基金會也希望透過運動會的基金 邀請警察的生身朋友來到即期 這會為照顧中部的證一分行列 記者刷上臨 彩虹博特